大好多啊 一个粉丝也不知道 我一下子打不出 感谢KBL啊 感谢新版蒙田啊 就最近几天啊 创意会吧 我都准备真没活了 就给大家咬个大会儿 接的时候 狼心大战 他来素菜了呀 在BO4的时候 Flight蒙田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抓住孙上香的十五一闪 开到墙上 然后摁着对面几个人 就是一顿揍啊 在构成对面连掉三人的同时 自己还能思绪 偷偷跑掉 这个就叫做专业呢 不过在佩服自来的同时 我也在思考 这新版蒙田 这么厉害的吗 那趁着比赛中场休息 我还是抓紧开了一把啊 直接快进到首家 但不要害怕 咱们也是留一首大招啊 准备和对面五威五公平静 哎哎哎哎 给个面子 玩你吗 瞧 都妈的 搞了半天 原来踩的人是我 所以说啊 在玩一个英雄之前啊 我们就要先把这个英雄的理念搞懂 在升级版里蒙田一技能 会减少二技能的CD 同时大招的开启会变得更加丝滑 帮助蒙田更易于积攒兵士 但代价是正面的免伤 现在变成了30% 所以既然纯肉蒙田一上过去 那咱们出一首纯输出蒙田 你说是合理吗 这就非常合理了 来装备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你知道这套装备伤害多离谱吗 只要开到了对面 那大将军就是普普通通一起 不着急先卖个关走 让我们进入实战对抗 给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就众所周知 蒙田大将军那一直是对线的线吧 30%的免伤那真的是在线上从一起就愣走对面 真的不用怪你的对线对手 就这大将军谁遇见谁不犯处啊 但是这好像也不能成为你们两个人救我的理由吧 就反正对线对线 基本上清醒兵就完事了 你也是装汉 我也是装汉 咱们三个人在一块 谁也打不死谁 那何必相互为难是吧 但你说中路要是来掺和我们三个人的感情 那就确实是有点让人难忍了 注意下左卫要利用好自己的特点 背靠墙壁免伤打出平A 然后一个一技能加闪 闪现先撤老 武林要以何为贵 谢谢朋友们 就因为蒙田这个英雄 他免伤来自正免 所以我们一定要背靠墙壁去打别人 第一枪空了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第二枪去 没事咱们第三枪跟上去 那作为大将军的我连空三枪怂吗 不存在的 仗着自己的优势 打开大招平A续好兵士回血的同时 猛扎对面 即使是打开大招的程耀金 根本扛不住我的伤害 这就是对抗路 就中国有句老话 不是不爆石后味道 对付这二位不一定会要在对抗路 咱们来发育路不也一样吗 这边大招一枪先秒掉孙策 然后和兄弟伙们一起压对面的下场 这自家的优势都没有拦了 程耀金还敢跳到咱们脸上 那我没话说了 两枪带走 直接在进塔杀优势 被优势闪现逃走了没有关系啊 一技能顶着周瑜锤 周瑜你就替优势给我袭内吧 一枪插中有点可惜被周瑜吹飞了 但不要慌张啊 闪现吓死 这个纯书出的蒙田就非常快乐啊 反正就秒天秒地秒空气 你强认你强 反正我就是一枪的事啊 打开大招一技能点非周瑜一枪拿下 然后利用好一二技能调整好位置 满蓄力一下摸一下拿下加罗 虽然咱们残血 但不必怕这个程耀金 利用好满蓄力回血 同时打出伤害 最后差一枪闪扎 拿下 这现在的蒙田啊 我们要理会它的激动性嘛 例如前几天 DIT晴川的蒙田 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已经开启大招的状态下 晴川一闪开到了加罗 随后调整位置 两枪打出了加罗的复活奖 最后呢 就是以自己掉点为代价啊 帮助队友来了一波好团 成功打赢了一波团战 所以在咱们的对抗中 也要利用好新版蒙田的激动性 莫子二技能控住了 打招一枪解决周瑜 这个程耀金跑得倒是挺快 没关系啊 解除二技能追击 来到野区一枪扎掉 几乎是半血了程耀金 这就是纯输出蒙田的伤害啊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离谱 后夕团来了 对面野区啊 被赵云大招击飞了 没关系 开大一枪拿下 加罗还想再和咱们battle一下 一枪扎掉他半血 然后关闭二技能 一技能晕眩 凭A拿下加罗人头 是以镜子为荣 退身为荣 就露娜这个英雄吧 到现在我都没玩明白 就那个 E3A2A3A3什么的 就在肚肚这儿 就是个口诀 别人都是 月下无限连 咔咔乱咤 到肚肚这儿 基本上一个大招都连不起来 出身未接 神险死 一代小熊就此陨落了 属于是 你说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不合理了 正巧这不赶上了 露娜的亲皮肤吗 咱们不如趁着这节点 直接练一手露娜 练习这件事 就和天天跟着 刘根红锻炼一样 坚持就不会贫 比如说我啊 就已经连续观看 这个四天了啊 只能说坚持就是胜利 干了兄弟们 嗷里得瞧露娜的 话是这么说啊 咱们跟练妖 在节赛场上找标杆吗 前几天 华海拿出这首露娜 那就是嘎嘎乱杀 开局一分50秒 向于闪现推空的情况下 华海依旧二点能西川 留住鱼姬打桥 并最终完成双杀 七分钟的时候 华海甚至原地空A转被动 利用小龙跳板几场 秒掉后排的鱼姬 最后天脸追着打桥 再次完成双杀 就有时候吧 真的是不停感叹 那 这个就叫做钻业 而且华海这关也再次证明了 利用凭A打出被动 对于露娜来说 非常的有必要 那剑如此 咱们不是经常断打吗 不如直接反向一手AD撞 让你从此告别断打烦恼 电刀无尽影 任三大剑 外加打野刀 攻速鞋 鸡血刀 什么法师啊 既然拿着剑 那咱陆娜就必须妥妥的战士 等对面还在等着咱们断大的手 咱们直接追着对面 边A边喊 大人 实在变了呀 好了朋友们 咱们来到时间去看 这把武士带了名声音 毕竟在小名的无法加成下 后期一发凭A 暴击将近四千一千 还A的贼快 我只能说这个AD露娜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离谱 当初阿姨自己之后 直接就是进对面野区 一三进食二技能一息 直接A就完事了 收掉老虎之后 这个嬴政还想和他们battle一下 反正有红霸 加上二技能 粘人能力 再安眉的头 就有时候 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 表面上天气饭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实际上 就是真的能追着对面吹 可惜大陆大的时候 惩战完了 没来得及收掉对面 等猪八戒 张着自己胖猛 揍咱们明世影的时候 跟远方一起砍就完事了 最后直接四季团 拿下69%输出 而且全身而退 说说服服 还有黄黄 还有法律吗 完事 等明世影活了之后 咱们继续进到对面 的野区 先拿掉自家的蓝和小蜥 然后等车手 准备往下路走的时候 咱们直接草里 窝一手 我是老虎 等对面 这个敌人结合 鲁大进台 就可以趁其不备 约着他 嗨 我是老爸 或许对面 这个老虎觉得 被咱们这么翻 也很没有面子 所以他也想来 把咱的蓝buff 翻掉 那属实是有点 自取其入 不过这可以理解 就有点我骑着自行车 追着对面老虎打的感觉 一边打 还一边说 认不认 认不认 太算了 buff 你认不认 如许我 也许你认不认 就多少是有点 侮辱的含义在里头 几乎让老虎 把他天气野亡的面子 都掉光了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离谱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橱桑里面 有一个吸血刀 我的偏价是 这个装备很重要 因为露娜这个英雄 出AD没有法吸 就比如说 这波已然的露娜 背开之后直接暴毙 在团战中 没有任何操作 和回复的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把吸血刀 去拉高团战中的上限 这波不对面 三个人抓了我 慌吗 根本不慌 直接反手打 站在对面 三个人中间 传承大招和平A 打到最后甚至 都没有蓝了 但这也没有关系 就残血状态下 用出最后一个二技能 然后通过平A吸血 收掉满血影 看到没 这才叫战士露娜 所以即使没有大招 现在的咱们 也丝毫不必惊慌 直接上去揍了对面 被竹八戒封路了 问题不大 咱们可以靠大招直接跑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里 总体上来说 AD露娜还是很快乐 大家甚至可以尝试一下 带狂暴走对抗路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 这个出装 不会扣信与分 好了 那赵丽 丑哥三点关注 最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AD露娜的快乐 星光映照着我的生命 以及你 请不吝点赞 明日后的热娜 希望能力 想要是你 想要是想、丑哥三点的 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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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大好五断 一个粉丝也不让我一下子打不住 怎么样 新片头是不是还算有点意思 作为一个老纠除了 今天我就使命拿着 是这LP当片头催更 求求了 12级真的不够看 再不跟孩子 真的顶不住了 严贵转转 最近玩的新参记者不是来了吗 在大家一片 那我保护深的呼声之中 这个丧气就还是 暗示来到了大伙身边 真别怪我说他像柳能 就这个走路姿势 你说他没喝家酒 我都不信 搞不好有一天 他真能从身后 投下就拼出来 丧气的机制还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技能就不过多赘述了 想了解的可以看前一个视频 不管怎么讲 在痛失了一众才子之后 老村长也算是迎来了新村民 而且俩人还真的是有配合的 想象一下 丧气在前面跑 然后老村长在后面一边追一边 给我草 给我 哎哎哎哎 哎宝贝 这个是三话不可以讲的 哦 众所周知啊 丧气的平A是可以治疗他人 同时不耗费自己蓝量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的啊 公诉流的输出丧气 到底可不可行 理论上说啊 当公诉高了之后 丧气无论是平A 奶雪 一会儿打人都会比较可观 这时候肯定就有朋友说了哈 啊 东东娘 你不可以又要带小眠了吧 啊 我不仅带 啊 我还要再带仨朋友 陪我一起打 本身吧 丧气就带有回复 再加上小眠的大招治疗 伤害加成和兄弟伙们的支持啊 千言万语 就是一句话 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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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来到实际上这个啊 装备预设 我在这儿 想给大家看一眼哈 基本上除了金刀无尽 电刀 其他装备 随便出出就得了 至于为啥出这个肉刀啊 主要是因为 丧气普攻打的是魔法伤害 只有精神才打物理 加魔法伤害 所以这个红刀 确实是没啥用 开局咱们就是正常的 刷自家演示啊 刷完之后 凑条路过红区的时候 发现这个红buff没有打 这个时候 不管三七二十八 你去接手就完事 今天反正就再次奢侈一把 给大家整一个红buff伏特甲 这个时候被围了怎么办 别担心哈 你先疯狂的点一波请求集合 然后咱们东本好兄弟 就来帮咱 直接杀掉对面两人 在打跑平坡 虽然我是丧神 但我今天就想对着对抗路大喊 你 是 我的 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桑奇这个英雄 虽然是个奶爸角色 但他的输出 一直是被低估了的 这边打起来 掉了两个队友 那咱们就跟进一下吧 飞草先凭 A收掉嫦娥 转身再回来解决流线 惩戒加速再拍一下 哎 这个双傻 就收得名正言顺 再次回到对抗路 我们三个人面对的是一个被公本中伤的白旗 因为咱们身上有红buff 先黏着白旗 把A死这边蓝灵王来支援 依稀能先拍一下 遗憾的是被这个蓝灵王躲掉 不过也别害怕 直接大招放他 月塔为一 最后惩戒加 拼A收掉 虽然咱们在月塔 枪杀之后 自己也把命丢在了对面的塔架 但这波 无论是公本一 或者小明 每个人都尽力了 这 就是团队的作用 当每个人都拼尽全力 那么我的死 也完全对得起大家的力 这个小明和桑起配合很有意思 就有的时候 你甚至根本分不清 到底你们俩 谁才是输出 谁才是奶 你看这波 咱们虽然A不死对面 但是小明巧妙的大招 脸对面输出 咱们变成奶裙奶小明 也觉得这个白旗就顺利成长 就甚至弹幕看了吧 都不禁感叹 这个好啊 这个巧妙啊 你说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的合理啊 到了后期 反正咱们也就不要在意 自己到底是输出还是奶了 我就说反正咱们站在团战里面 把攻击线摁烂了就完事 这边小明大招收的长额 咱们也是凭A收掉白旗哈 这个流善可能看咱们残血 还想和咱们battle一下 先放一个打招的草丛 慢慢奶着自己和队友 哎 完事这流善 不仅就打不动咱们 还被咱们原地拿下 所以到了后期 就非常的快乐 就全员恶人 追着对面打 边打边奶 一路追上高地 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恐怖 那这个快乐 也就自然而然地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温馨提示 出A地 真的会被扣心欲分 虽然快乐 但建议大家 还是看我视频 推乐一完事 如果真要自己打 也千万记得 匹配和娱乐尝试 千万不要拍位 众所周知 孤独我出的 从来都是娱乐套路 匹配娱乐 快乐的一匹 但到了排位里 大部分套路 就显得多少 有点 你说这合理吗 这非常不合理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 最近我就收到 很多粉丝 推荐的肉开套路 我本来还在想 本来一刀一个的真男人 怎么就变成了 大肉蛋了呢 直到我看到 KPL赛场上 金鱼的表现 你就看这个位置 周围四个敌人 这金鱼就是漏往前冲 然后就被萌芽 打出了高达117点的 巨额暴击伤 sorry 笑稀了呀 这金鱼就真 对面双C砍 看到砍不到了 就回头砍牛摩克兰 可队友就这样 直接配合着 收掉了二位 这种感觉啊 就宛如人群里 突然杀出来一个提到的 这位刚是中两级 然后大喊 大家好 我戏杂杂会 戏兄弟就来看我 这开追你赞就像 嘟嘟跟你屁股后面 大喊着 大爷来都来了 给个官抓的感觉 再就是很像 那些追着你 让你砍一刀 拼多多的人 你说他们追你的时候 那压迫感 我只能说 很难不拉满 李世民人家十四岁 带兵起义 孙策十八岁 称霸江东 你这个币养子 他妈二十多岁了 你才发拼多多 让我给你砍一刀 我说我没下载 你他妈更兴奋了 你说信用户砍的更多 瞧 那带 说了这么多 咱们正儿八经的 说说这个马 凯子该怎么出装呢 首先啊 惩戒肉道肯定是必须带有 其次抵抗截火甲反甲 直接配合 凯的大招实现三勺 最后勇叶和暴力指甲 就真一剑输出装不出 完美视线进化 追着对面C位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不要 好 那么我们来到实战对抗 首先折磨第一步 凑齐四个战士 再让瑶骑到你的头上 别问为什么 马可波罗是战士 因为他也出入 这爸爸关于走钟 所以咱们一己不如 直接吃中线 关于闪现一刀 咱们直接就是开吹 玩肉开 讲究的就是勇敢 人话叫勇敢 说了难听点 就是找疯狗的感觉 不要管三七二十 把你揍对面就完成 这边拿下鱼血之后 关于继续再追药 虽然药有爆发 还有中血 但是咱就能靠一技能 一口血 直接会回来 然后才一想 拿下双血 唇唇一开局 就忍不住 想让我大喊 这本来还想拿个鸟啊 可惜 隔壁有一个阴间女子 忽视坦坦 那就只能暂时放过 不过一样 对面里也吃不干净 咱们就回家吃自家野 这个凯嘛 可是得抓紧时间 四级学会开下合体 开打之后的肉凯 就真的是你打也打不动 要是和他硬贫 你还要丢掉性命 不得不说 B组的队伍 用上了版本答案 也是强悍 刘卡特皮奥里 晚星这波肉凯 变身之后 追着对面揍 拿了双杀 自己还没怎么掉血 最后和影证 又一起拿下了马可的人头 所以当四级之后 咱们的游戏 才刚刚开始 上路下路特被抓 二技能留一个强化 主攻 点开大招 摩凯 合体 发生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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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自我 Fuck you I like that Lace get your ass back here 这个算啥拿的 我只能说 给对面直接 多玩什么恐怖游戏了 就别不说 不到三分钟 肉倒跌到十一层 这是什么概念啊 朋友们 真的是可以乱杀的程度 这波入侵野局 身边两个队友 开大直接 要抗对面四个人 虽然这波 队友配合不太默契 打着打着都走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回头拉一下 咱们的队友 也都回来了 那我和弟兄们 是直接反打 对面四个人 不过就这么 游戏里的你 再强大 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贪污 就我给你形容一下 肉开这个套路哈 你看着对面猴子 和药想回家 都根本不给他们机会啊 你就卡在他们高地上 甚至 还能发个表情 毕竟他们打我 又打不死 还得挨我一顿看 等着关羽马可到位了之后 就明晃晃的跃他 保证他们 那是一个也跑不了 这就是肉开的快乐啊 完事之后 这波团战 咱们那是身先失俗 打开大招 二技能揪冲团力 烧死药之后 这貂蝉 还想和咱们 battle一下 收拾完这几位之后 转身解决 打人不痛不痒的家路 打了老半天 再一看血条 基本上就是掉了个血皮子 我只能说 我可以失误无数次 但你失误一次 就记了 啊我疼 啊我疼 啊我疼啊 哎呀我疼我要回家 啊我疼 不过肉开这个套路 的确是版本答案啊 无论是匹配还是排位 大家都可以尽情尝试 就纯顺的跌中之跌 来吧胖胖 最后再好好感受一下 开的真正力量吧 被诅咒的可悲人生 终结于我的剑刃 这次的春季赛 隔着队伍 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 不少的惊喜 也希望在后面的比赛里 他们能把更好的一面 展示给我们 也祝隔着队伍取得好成绩吧 好了 我是杜杜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还请不欢迎三连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